30岁是古话说的三十而立 不过对于中小企业起家的台湾厂商来说 却是不容易跨过的门槛 2016年的11月 Money DJ TV曾经介绍过的现财魔术师信邦 就即将解满30岁 创办人王绍兴出身于单纯的军人家庭 出社会的第一个工作是担任座域英才的教职 但因为不干预平淡的性格 在家里的领导支持之下 跟几个朋友一同创业 不过面对未知的挑战 加上创业已经是不惑的年纪 王绍兴孝言早就做好了最坏的准备 当我出来创业就是我不想再当 像我以前老板那样子 对员工非常苛扣的那种心态 所以我宁可出来做一个跟他们不一样的创业 因为我出来创业的时候 只有家里面只有我们家的领导和两个小孩 所以我也跟领导讲了 我说以后失败的话 靠你的当老师的薪水养家 然后我去开自行车 就是以这种心态去创业 第一次的初级的创业的资本额是600万台币 那我刚刚也提到了我的第一笔资金100万 是我的朋友借给我的 然后就开始成立这家公司 那时候针对了整个市场的改变 看得出来原来在这个桌上型的电脑很夯 但是我认为说未来一定会变成笔记型的电脑 所以到日本去买了一台笔记型电脑 来把它拆解下来 中间牵涉到连接器跟连接线 我们就自己分析 可以供应的就由我们供应 所以第一个客户是 某个公司叫蓝什么 我就不讲公司的名字 另外一个就是红什么 这两家公司一起把我们做下来 只是在1989年的时空环境 家族企业是中国世纪制度下最直接的思考逻辑 王绍兴平一个创业的新鲜人 当时亲笔写下的创业计划书 就已经带出了这几年很流行的公司治理显学 也就是所谓的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的制度 在管理经营方面是要有它的独特性 那也要根据你公司的组织来做决策 万一说你家的另外一个干部的老婆 应该说另外一个股东的老婆在公司里头 可能他的声音就不同 他的考虑的角度可能就不一样了 所以我认为要独立经营 最好就是你进到公司来 你就是公司的干部 你听着他上头的主管来领导指示来做事情 而不是靠你的家里人的决定 股东的决定来做事情 我们另外有五位伙伴 另外一共六个人 所以基本上都同意 因为他们也信赖我的决定 所以实际上就是他们的家里人都没有进到公司来 那这样你公司的经营就会有独立性存在 事实上 王绍兴的创业之初 即使不能算一帆风顺 不过凭借着一卡皮箱闯天下的拼劲 加上合商AMP期间累积的业务基础 以及产业的嗅觉 第一个十年就已经前往中国设厂 据点遍及了北京 上海 深圳 东莞 但从来就不习惯在舒适圈九呆的王绍兴 看到客户产品设计走向标准化的危机 毅然决然地决定以壮士断碗的决心启动了转型 我觉得一个公司的实力是有它的额度的 就是应该是有它的 有那个力量存在 某些地方你少花了时间力量 你自然这个力量就会往另外一方面去走 那我也认为说台湾的电子业 如果走上一个标准化 然后大量生产的时候就是沙架的时代 就是雪海的 红海的一个战役 那我认为那时候继续走这条路会很辛苦 所以一蓝结蓝就应该要走一些比较难走的路 找出一些比较Value Add 就是附加加持更高的市场 我们第一个在左上工业型的产品 就是刚刚也有稍微提到 就是Barcode Scanner这一块 因为我亲自到这家客户那边去拜访了解 他们认为说我们有这个实力 然后给我们机会去做正式的报价做样品 然后我们做的差不多的时候认为说 其实新的客户不是没有这个机会 就是看你愿不愿意花时间去进行 那我们愿意花很多的所有的这个Sales Power 就所有的这个这个销售的能力 都往这方面走的话 自然而然就会有些开发结果出来 目前信邦在医疗 汽车 捷径能源 工业应用以及通讯五大利基市场并种的模样 就是当初王绍兴坚持转型的成果 五大产业堆叠出来的魔术光环 至今都还被产业界津津乐道 但其实转型的过程不会一帆风顺 能有今天的成绩 企业文化也是一大的重点 公司强调的就是合作 沟通以及分享 像台湾可能有某一家公司 我觉得领导的人之间的这种观念 或者是一些idea 做法很接近 我就认为是可以合作的 我们永远是追求分享 沟通 然后呢 我们希望做的产品是精英 市场很了解 那你自然而然有这三个重点的话呢 那客户就会相信你 他会把你当成一个很重要的伙伴 即使已经有了过去30年几度的完美转身 并且打造了年营业额以及市值 都已经超过百亿台币的亮眼成绩 但这个并不是王绍兴设定的终点 不会谨守舒适圈的性格 也将产品朝系统整合的方向发展 设为下一阶段的目标 除了现在Cable PCBA 一些小模组 我们也能够做出整个的成品 只是我们跟客户一起共同设计 然后是用他的品牌去推销 那不会产生业务商的冲突 所以我们慢慢慢慢会做出越来越多的系统产品出来 40岁才出来创业 即使创业10年 公司已经拿下了笔变零件的半边江山 王绍兴仁坚持放弃眼前的安逸 走一条台商比较少见的路 靠的是勇气 胆势以及眼光 未来公司也会靠着同样的DNA继续前行